比较去年的电影《战狼2》绝对稳冲前锋 下方高达56.8亿 上映时间更是很多天都区高不下 电影整体节奏把握得非常好 让人看的感觉很刺激 其中爱国情怀无处不在 他也告诉我们在国外遇到危险时 能依靠的只有我们自己的祖国 无尽也因为《战狼》系列的拍摄而火遍全国 无尽《战狼3》已正式开机拍摄 希望他也可以像《战狼》前两部那样 以戏外牵动着观众的心 那么现在一个大家很关心的问题来了 《战狼3》参与的演员都有哪些呢 下面就让小编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先说一下男主角 既然《战狼》前两部都是由无尽导演兼主演 那《战狼3》怎么能少得了他呢 肯定是戏份最多的主演了 不过吴京的演技也是很对得起观众的 那么除了吴京 还有一个男演员也已确定正式参与 他就是《战狼3》 《战狼3》颜值可以算是非常高的了 身材也是型男级别 演技也是没有让观众失望过 相信又有很多女生要为之尖叫了吧 男主角说能接下来就来说一下女主吧 《战狼1》里面的女主是于南 她的演技也是可圈可点 让观众迅速入戏 但是可惜的是 在《战狼2》里面 她的镜头并不是很多 原因是因为《战狼2》篇幅太长了 所以不得不把她的很多镜头给切掉了 虽然她的镜头不多 但是有出现的几个镜头里 观众还是可以看出 她作为一个军人的 蒸蒸铁铁骨一柔情的 诠释的很是到位 现在拍《战狼3》怎么能少得了她呢 吴京以前就说过 如果拍《战狼3》的话 她就是稳稳的女主角 第二个女主就是我们在《战狼2》里面表现非常大气 亲切地楼静山了 如静山在《战狼2》里面的演技非常自然 不浮躁 不做作 让观众不禁拍手就好 如今她也是《战狼3》里面的女主之一 相信她的表现 也不会让大家失望的 让我们一起来期待吧 还有一位女主官方已定 原来是我们的金银女神唐燕 唐燕这些年来的努力是有目共睹的 演技也获得了大众的认可 不然也不会拿到金银女神 不光演技好唐燕的岩石也是超高的